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晚安,香港時間晚上九點 這一節,我也是講加速新聞 日本證券公司SBI 很大機會,他的老闆說明了 他的老闆北米吉孝 因為香港實施國安法 因為沒有了自由,所以打算撤出香港業務 絕對是一個震撼彈 SBI曾幾何時,是大好友來的 為什麼他是香港的大好友? 他那間公司曾經是東京和香港兩地同步上市 是2014年那時,跟進了香港上市地位 他願意在香港上市,很明顯 你說他不是大好友都不行 他是看好香港,也曾經大力加持在中國的業務 但是,現在他直接交叉 當然他說,以新加坡或上海作為替代 我覺得他是講一下的 因為他說,如果沒有自由就沒有金融市場 新加坡和上海都不合格 我想,在這個所謂的加白市區 這個位置要落一個金融中心 我猜台北就因為他的法制太接近日本本身 就沒有什麼意思 加上台灣的證券法律都有很多奇怪的東西 所以,這個SBI暫時應該是 他還沒想到將那一百人調去哪裏 也可能調去日本也不奇怪的 我覺得 因為日本也想吸納香港人,以我所知 但是 這個就真的直接 一個表明了日本公司對香港的態度 當然很多那些所謂日本通 或者藝日本通不會跟你說 其實香港在日本的位置 其實 我始終是一個有商業經驗的人 我可以這樣說 如果SBI這樣說的話 其他日本公司的陸續撤出是始終問題 我不止金融界的 其他日本公司都會走 但其實對香港的打擊很大 SBI是沒有了一百個職位 但如果你說其他 例如Canon公司都走了 你自己這樣 你自己這樣 發生甚麼事 這些會 會 首先我要介紹一下 究竟香港的日本公司做甚麼 香港的 香港的日本公司很多時候 是日本的公司大集團 在海外的一個主要的總部 一個主要的 那些中部 那些中部是做甚麼 例如Canon Canon 香港分公司是控制著部分業務 沒有賺錢業務 例如計數機 或者一些便宜價的電子用品 甚至可能一些便宜版的相機 那些是歸Canon香港看的 不是歸Canon日本總部公司看的 為甚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第一 香港的稅低 這個固然是一樣的 但另一點 香港本身的外匯的自由度 其實是對日本人很大的優勢 其實 我們香港人經常問 如何開一個日本銀行戶口 來買日本東西 或者是 如何開一個戶口走資 Transfer Line 日本過往以前 問得最多一個問題 我都被人問過幾次 如何開一個HSBC戶口 然後我說 蛤?HSBC都好用? 當然我們對香港人 對HSBC的口碑就不太好 但自從HSBC在日本的分行 大規模縮減規模之後 對日本人來說 香港是他們最容易 最就近 進入到一個國際銀行戶口 而不需要在當地有居候權 因為你新加坡 他要開一個銀行戶口 因為你直接開其他戶口 如果不是你新加坡 理論上 除非你是用Transfer Line 你現在Transfer Line 有新加坡的銀行戶口 跟著的 如果不是 你就沒有什麼技術上 就沒有什麼可能 我開了新加坡銀行戶口 如果你不是拿著 Employment Pass 就是我們叫做就業準證 我們南洋人就知道的 我們南洋人就很多 都有新加坡銀行戶口 因為我們通常 譬如我們有新加坡的 Employment Pass 或者是NRIC 的話 或者是 紅登記或者藍登記 我猜 住新加坡那些 就不明白我說什麼 就會有這個 要開銀行戶口 就很容易 如果不是現在新加坡現行的政策 如果你沒有合理解釋 就不開銀行戶口給你的 其實 這個也是的 所以日本人就很難過 關於新加坡是英語國家 又不是說真的有這麼多人懂日文 問題就是香港就是一堆人懂日文 所以就有些日本人 就是拿了香港永遠居留的那些 就開一些叫做幫日本人開銀行戶口的服務 以我所知都幾多一下 但是近一兩年 這些業務就消失了 就是完全消失了 一夜就沒有了 香港以前是一個日本人 處理這些外匯 就是國際經貿關係的一個重要的合適 所以也是為什麼這麼多日本公司 在香港有這個主席 也是他們前進中國 就是處理中國那些業務的一個合適 其實 因為我認為中國有外匯管制 但是日本人就給其他國家的人 願意玩一些華人地區灰色地帶的東西 他們會玩的 香港就是一個好玩灰色地帶的地方 其實 所以 日本公司在香港長期見到 香港怎麼這麼多日本人 當然有歷史的因由有什麼 但是 多日本人的原因 最實務的就是 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在日本來講 是沒得頂的 拜日本角度 不是拜… 就是正如 在日本人來講 Dusseldorf和倫敦兩個是最好的 歐洲城市他們做生意的 因為就是Armstam Armstam就是傳統歷史淵源 因為日本很難學的 就是以前日本學荷蘭的 因為以前日本鎖國那個市唯一 跟西方有接觸就是荷蘭 所以那個市很奇怪的 跟美國交手那個市是 要譯… 就是那個市是 要找一個荷蘭的翻譯做 就是用河語翻譯就是這個意思 最初 要不就是河語翻譯 要不就是那時候請過香港人 由一個香港人去 怎樣 用古文 譯古文 因為日本人那時候 你做外交的一定是姓漢文的 你會懂文言文的 就是說你說的就不通的 但是寫就通的 當時日本人和中國人就是不談 那麼日本那些人就用 寫文言文寫一大堆字 然後香港人兩邊通的 兩個語言都通的 就翻譯給美國人 是這樣的 那時候很過樣的 最初就是用河語 就是有一個美國的象形式河語 那為什麼日本人就跟他用河語說 那些河語轉英語 那後來就是用中文 譯英文 因為始終日文 日本人掌握的河語是有點奇怪的 OK 所以就是Armstam 或者Dusdorf 或者倫敦 三個 隨便一個 Dusdorf就不是語言通的問題 Dusdorf是因為它有一個很 很悠久 歷史上有一個很實正的日本人社區 日本人的適應問題最少 是這樣的 但是呢 去到現在 你 現在日本人想著 倫敦都考 SBI都說 倫敦 不是很想玩 因為倫敦 Brisid了 但是香港的問題 就不是Brisid了 香港 香港的問題就是沒有了自由 沒有了自由 你搞一些灰色的東西 就很容易拿招 其實我跟你說 很容易拿招 真的很容易拿招 你怎麼搞 你搞灰色的東西 或者你把某些情報交給日本的官員 然後說 哦 你以為是國安法捉起來 那還得了嗎 還有一點 比起以往來說 危險更大 就是因為 頗多的日本人在香港 已經住得很久 懂得廣東話 這個樣貌 已經 文化上開始香港化 或者甚至娶了香港人做老婆 或者是 有些是怎樣呢 有些日本女人做了香港人的老婆 都有 有港日通婚 開始普遍 港日通婚普遍出了問題 就是他們會出現一大堆混合的子女 如果那裡出了事的話 就隨時會有人質問題 有人質問題就更麻煩 所以日本人就大舉撤出香港 這個就幾乎已成定局 SBI的老闆這樣說話 就很 即是北美吉孝這樣說 就很 斬頂設這樣說 就很合理的 這個 就是以我對日本人的認知 他們現在是暫時未找到第二個 點 能夠暫時取代香港的地位 是這樣的 當然 文化上 香港有他們的吸引力 因為 北歐來講 香港是 日本人 脫下入歐的一個 模特兒 即是日本人做不到脫下入歐的事 香港人做了 香港人是脫下入歐的 即是香港連大革命都搞出來的話 還可以輸出革命 你說那個不是脫下入歐 就沒得說的了 你怎麼會把革命輸出去歐洲 即是 我這樣 沒有人可以把革命輸出去歐洲的問題 白鵝革命是跟香港有關的時候 這個就真的是脫下入歐來的 其實脫了 這個是日本這麼的意義 即是很多事香港人做到 日本人做不到 所以日本人文化上有個 對香港的感情是這件事 那問題是 除了這個之外 在一個很務實做生意 就整班生意人 我不講這些文化好的話 你不安全 你不安全 我做情報搜索人不安全 你知道日本人很喜歡做情報 就算那些情報不是交給政府 他自己都會做一大堆情報工作 因為日本人是情報收集狂的民族 他會把很多細緻 好像砌拼圖一樣 砌拼回來 然後整個膚色著做決定 那麼 北美吉客 我看到就是不對的 不行 而且北美吉客 不是不認識香港的 我先說明 他不是不認識香港的 你這樣一下 他可以把公司放在香港上市 你自己知道在香港上市 你所有事情都要在香港開會 什麼那些 要定時定後回來香港的 對他來說 香港 什麼法律 他是不知道的 他不是不知道的 他是有第一次經驗的 所以他看到這件事不妥 多謝 走人 閃 所以你問 日本公司可不可以 我猜有些人 如果你說你學日文做什麼 你去英國 我未來過歐洲 幫日本 如果你知道 要繼續幫日本人做事 當然我覺得 不是很多人都頂得住 日本的社畜文化 但是 如果你要跟日本做生意 那些 你以後是給你在英國 或者在歐洲做生意 不是 在香港沒有錢 你在香港已經沒有 扮演日本公司的重要角色 相反我猜有部分 如果譬如廠那些來計 有一部分 可能那些 日本公司在 台灣的角色會加重 因為 如果你控制外匯那些 當然不要放 台灣 台灣銀行和外匯管制 都是和日本是同一個級數的 咬教 但是如果你說 以工業來說 廠來說 Cut Cost 就不一樣 就像Canon 有些便宜的 相機在台灣做 我覺得 台灣以後 就是日本的 其中一個工業的基地 就會的 這個我覺得不奇怪 台灣Cut Cost 加上有一堆 日治年代的日語人才 留下 雖然 日治年代結束很久 有些人家裡 世代相傳說日語 我 我認識有些台灣本省籍的人 是逼自己的兒子去學日語 因為這個是一個傳承問題 台灣有這個文化土壤 你香港沒有這個文化土壤 那就是它一個replacement 你當時 你這樣就去台灣 但是你說那個亞太區 東白市區外匯的總部 會放在新加坡又不一定 因為 因為 對日本人來說 新加坡是一個他們不知道什麼的地方 因為 第一 新加坡人一開始講英文 但是他又不是真的脫亞入歐 那一刻麻煩 你知道 新加坡很多交易 很多很Asian 很東南亞的 有人說 新加坡是一個很繁盛的國家 但是他有些就是 他外面就是first world 外面有很多餡 就是很奇怪的 你仍然聞到那股第三世界的味道 加上他又不是一個 那麼自由的制度的情況之下 就在差一點 所以我猜SBN 沒有立刻決定 將總部 東白市區總部 放在哪個地方 也有他的考慮因素 但是我想 如果你香港人學日文那些 如果你認真學日本文化 如果你不是直接去日本做的 你就預算在歐洲的地方 你是做日本人的橋 因為日本人去到歐洲 是水土不復的 都很明顯的 你想想 我在Dusseldorf 四年 我在小東京區 見的東西 見不少 這些東西 對不對 我 簡單來說 我是一個 在小東京的 我看到 日本人在 譬如 對商貿 因為他們的語言 就是文化的隔膜 有香港人在這裏 就有很多 因為香港人是兩者兼長 因為香港人本身是白英國社會 白英國社會 那麼 香港人對英國文化理解 變得 他對西方文化理解容易很多 我不可以說 香港人很熟悉西方文化 但一定是比日本人好 另一方面 就是如果 叫他們入德國人 去了解日本人 他們覺得 日本的東西好吃 政治 但他們不知道 怎樣入手 因為 一出來 整堆日文 加漢字 那些什麼 漢字已經看到 那些 德國人頭暈 然後 字母 那些什麼字母 那些 你看漫畫 就覺得很過癮 看漫畫 德國人 也不少人看 IQ博士 好像 有一本銅書 德國有一本銅書 就說 Covid Noisin 是來自中國的 中國 漢堡大使館 警示館的抗議 那間公司 坐在那裡也有味 那間公司是全德國最大的 漫畫和銅書出版商 那間 IQ博士的德文版 是他們出的 你們想想 龍珠也是 一間這樣的漫畫公司 他坐在那裡也有三菲之 那間公司 他又不做中國生意 對不對 那間公司硬到沒有朋友 但是他坐在那裡也有味 那 但是你問 對德國人來說漫畫 他們在漫畫來說 對日文有概念 但是 要他們 去直接 去接觸日文 他們完全沒有 沒有 老鼠的 歸龜 無從入手 所以問我 日本文化有沒有用有用 他是 我這樣看日本文化 兩件事 第一 你要認識一些 古中華文明 失傳那些 你是要由日本入手 不是由 因為中國沒有了 那些 譬如你說茶到 為什麼抹茶 抹茶其實就是送到的飲法 是 我們現在把茶葉 這麼炮 然後 丟渣 這樣喝 那個已經是 明以後的飲法 那個是 日本人都不是不敢喝 煎茶也是敢喝的 煎茶的意思 煎 煎的意思就是 直接滾水下去 叫做煎茶 但是現在 抹茶 那個玩法 那個粉末 本來粉末的末 就變成 一末 那是有一個意境在 其實 如果你要認識 一些真正的中華文化 其實 你是 學習日本文化 不是學習現有的 那些 偽中華文化 在我眼中 現在的中華文化 不知道什麼來的 那些 東拼西兆 一枝屎來的 在我眼中 距離原裝正版的中華文化 相距十遠 至少距離唐代的文化很遠 唐宋的精緻 都沒有了 你想想 那些 你這樣想 蒙古人和滿洲人 對那個文化的破壞 有多大 是很嚴重的 但是那些人不認自己 是那些野蠻文化的傳人 沒有辦法 這個世界來的 一來 但是另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從一個很務實的角度 不是說是一個文化欣賞的角度 就好像我這一支 就純粹是一個很學生的角度去看 剛才那個 但是你說從一個商業的角度去看 就是 香港作為日本和西方僑洋 沒有了 這裡僑洋拆了 我肯定要等香港歸英之後 才要慢慢重建的時間 因為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隨時被熱狗 搞到香港一窩窩 我都說 熱狗成這班 都是霍梅的 他們一落 香港的崇光成果 香港就真是萬劫不復 所以為什麼 我說一定要清除這班五毛 五毛也好 什麼都好 我說這班人 必須要徹底清理 就是這個原因 我看到這些人 為禍人間 我告訴你 真是為禍人間 你要想辦法 去阻止這些人 為禍人間 一定 另一方面 就是 如果你 香港這套 橋位 始終要有人 去幫日本人 去搭橋 就是這樣做 我不是說 日本人高過 香港人 我不會這樣看的 我不是說 偽日本控制 自己對日本不是很通 要扮到高高在上 我不做這件事 好實說 你對日本 日本就知道 香港其實是一道橋 因為 日本的文化 有一定的封閉性 封閉性很強 日本文化的封閉性 本來不是賭國心態 是本來中華文化的封閉性 就是很強 即使日本文化 以唐做底 唐已經是很開放 封閉性都很強 那封閉性 這才是問題 所以 你同樣是儒家文化 看 為何日本有AV 問題就是 台灣 台灣才有這麼多封閉性 原因就是 因為日本是唐做底 唐的本來 唐是不同的 唐的本來就是開放的 你去到現在的 當代 中國文化最虛偽那一層 是 明清那些 是最虛偽的 這是大家不覺得的 你要認真看才知道 Anyway 如果現在日本SBI 撤出香港 你自己清楚 發生甚麼事 今天第三節 就不是加速新聞 今天第三節 是國際會嚇失 我開估 等待我播那一節訪問 應該大概香港時間11點左右 訪問哪一位 加拿大 國會議員 華裔國會議員 保守黨的趙錦榮 趙錦榮 是代表 這個自民東選 這個 Steve Richmond East 的國會議員 的MP 那些 我想這個是我第一個 訪問節目 大家知道我不是很容易做訪問 我想我做訪問應該就是 但是我想有些訪問 因為是我現有的位置 我知道我在德國 我相對安全 我在外國的位置 就做回我外國位置的事 在外國的人都是手足 當然是得葉普城的人 才把所有東西非黑即白 所以 你現在明白怎樣 我一定要稱為葉普城的原因 我也希望大家 如果還有訂閱葉普城 那些奇奇怪的頻道 Facebook、Patreon 全部不按讚 不訂閱 要將這些人的影響 的盡量押到最低 接著 鋪了 鋪了 葉普城 控制的 Telegram頻道 和他們的帳戶 我覺得這個是重要 今天講 第二節講到這裡 第三節 因為是播了訪問 所以我應該今天 這個就是我自己親自評論的 最後一節 除非有家族新聞 這個世界的事